善离职守 跟谁都没打招 自己跑到江西去了 我扣你半个月的俸禄 不过分吧 不过分 何景一未争功 结果你还没争过别人 丢了我顺天府的颜面 我扣你半个月的俸禄 不过分吧 不过分 好 违抗尚玉不听调遣 明明已经结了的案子 你在那查个没完没了的 我扣你半个月的俸禄 不过分吧 死猪不怕开水烫是不是 说话呀 反正你都已经扣到明明了 随便扣 我告诉你唐仁清 你少拿这种 破棺子破碎的态度 来要挟我 我这扣你的俸禄 这不是目的 懂不懂 我是为你好 你得兴起教训 知道自己几经几两 你说 你要是把我交给你的案子 每一件都做得好好的 这俸禄我可以不扣吗 多谢师兄 你为什么不扣 这儿有个紧急的案子 你看看 大理寺清家丢了一件大衣 秋皮的 好几百两银子 师兄 这个案子 闭着眼睛都能破 你交给谁都行 这里有个案子 我很有兴趣 让我破好不好 连环女士案 这是宗悬案的 对啊 师兄 你有多久 没有破个一个大案子了 干什么 这个陈年悬案 连锦衣卫都破不了 东西厂也破不了 要是您给破了 那可就是大功一切啊 想都别想 你现在把你那够逼得死死的 踏踏实实给我找 那点球逼大意见 可是 干什么 风楼还要不要了 好好好 我就把这个大衣的案子 给破了 那到时候这个 连环女士案 是不是也可以让我接着办 照着大衣再说 就爱多观现实 你现在干什么 我就是看这个大衣在哪 我就是看这个大衣在哪 我就是看这个大衣在哪